那我們這個單元呢 介紹的是聚對齊的工具 還有在地化的工具以及 如何利用這些工具來搜尋雙語的 語料 那這個 這個投影片可以在這個網址裡面下載 接下來我們要先介紹 這個單元裡面的涵蓋內容 我們會很快複習一下 我們在這個 這個概述裡面呢 我們會介紹我們今天講的東西 主要會 在第二單元我們會介紹 然後 複習一下 MateCat裡面 還有OmegaT裡面的內建的 聚對齊 雙語聚對齊的工具 然後 我們會 在 介紹 LF Aligner 那我們會說明他們這三個之間的 區別是什麼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介紹 有 針對TMX的 翻譯記憶的格式的 或者是 XLIF 翻譯記憶格式 針對這兩個翻譯記憶格式的檔案 我們如何去檢索他們的內容 那 這就是 所謂的 TMX Editor 跟 XLIF Editor 然後最後我們會介紹 如果是 平行文本的話 在對齊之後 透過我們剛才介紹的 MateCat Aligner 或是 OmegaAligner 或者是 LF Aligner 我們 怎麼樣再 接下來利用 NPCom 或者是 CUC Pericom 去做雙語的檢索 那 中間 這些工具 有一些 每個工具都有它 有些工具有它 類似的地方 那有些不不一樣的地方 那我們會介紹 這些工具的差異 以及如何 讓這些工具 能夠合起來使用 變成雙語檢索 好